11月15日以台片《老狐狸》 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的蕭雅全 出席亞洲國際電影節 在洛杉磯線卡爾浮城 舉辦的台灣電影日 他表示 雖然故事背景是1989年的台灣 但是希望透過角色的情感 困難和選擇 展現台灣的人情事故 引發觀眾共鳴 我希望裡面的人物的情感 是可以跟不同時空的人 可以對話的 把它帶到國外的時候 這個一直以為是加分 一直以為是減分 加分就是那種距離的這種新鮮 那有一些陌生感 我就是希望可以透過 人物的情感去克服 那人物的情感一旦是 找到交集 它的這個特殊性 就會變成是這部電影可看之處 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 最佳國際影片的老狐狸 描述80年代末期 台股狂飆後經濟泡沫化 有人報復也有人傾家蕩產 樸實的主角父子抱著買房夢 卻碰上聰明狡猾的老狐狸 小男孩的價值觀因此轉變 面臨財富與良心的選擇 我的作品不多 可是其實從之前都會一直在等待這一刻 會覺得自己也有這種期許 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代表台灣 出來競爭嘛 另外當天還放映了三部具有奧斯卡參賽資格的短片 分別為風流少女殺人事件 幽暗小靜的鬼和熱帶敷衍 希望讓更多影藝學院的會員認識台片 爭取他們投票支持 我希望傳達的是 雖然說時代很混沌 在這時代裡頭的人也迷路了 但是最後還是能夠在人性中找到光芒 然後慢慢的累積成更大的光 然後帶領未來找到一個明亮的出口 就是一個明天故事它可以流動到不同的國家 變成當地可以解讀的方法 所以即便我們不一定取材在台灣 但我們都可以連結到不同地方的文化 我覺得非常的榮耀 讓更多的影人被這裡國際的影人所看到 第一個可以增加彼此對彼此作品的了解 第二個也可以增加未來大家合作的一個機會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月希劉傑 洛杉磯採訪報導